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聚焦消失的税源地 欢迎收看 中文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事 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今集八小时 我们继续来聚焦消失的水源地 我是马红涛 我们今天要关注的是河南驻马店的炼江河 这条炼江河是淮河流域汝河的一条支流 唐代的诗人孟娇曾经在诗中称赞 如水无啄波 说的就是这条汝河的水是相当清澈的 另外关于董永和七千女的故事 也是发生在这个地方 而在它的下游 就是亚洲当今最大的一个人工平原水库 叫做素亚湖水库 然而这条承载着古代和现代文明的母亲河 现在正在受到严重的污染 这里是河南省驻马店市南郊 远就能看到炼江河桥的标志 在桥的西侧 一道水闸把河道南开 水闸附近虽然也有一些垃圾 水面上还长满了绿色的藻类 但远远望去 还能见到有野鸭在里面奋力潜水涨湿 而在桥的东侧 河道明显宽阔起来 不时有白鹿飞过 河边坐着三三两两的垂吊者 交谈中这位垂吊者很快就明白了记者的身份 他说问这样的问题就知道记者不是本地人 根本就不了解眼前的这条炼江河 你要想找这个无人愿望去的 你找这个 你看身上这个河一栋 铸马店市区一栋 现在可以说你到汝南平雨 汝南这些水都无人了 一下子没有了 现在也无人了 记者查阅资料看到 炼江河发源于铸马店市市区的西侧 全长近三十公里 东西流向 最终在汝南县境内汇入塑鸭湖水库 这位钓鱼者所说的下面水都不染了 究竟是什么状况呢 记者沿着炼江河边一路向东进行调查 沿着河道 眼见着水边的垃圾藻类渐渐多了起来 水中甚至能够见到类似家禽内脏的东西 就在离钓鱼者下游不到几公里的地方 记者见到了一道橡胶坝 拦续着河水 刚一走过橡胶坝 记者立即闻到一股刺鼻的臭味 橡胶坝下是一汪黑漆漆的污水 记者试着往污水中扔了几块石头 从水底泛起的泡沫中夹杂着黑泥 污水的东侧是风涨的野草 紧邻不远就是一处明显的排污口 正在往外排放污水 这两位在河边忙着农活的村民说 污水是从室内排过来的 常年如此 他们早已习惯了 顺着橡胶坝下的污水区 再往下游走 水一边是层黑色 但水流明简变小 有时就隐藏在荒草中 这里与其说是河流 还不如说是一条阴沟 在河边有些村民在弄着菜 能不能较地啊 怎么能较地啊 咋不能较地呢 咋这么较地啊 这水边都是从那本堂外找水到 村民说 他们较地都是从家里挑水过 根本不敢用河里的水 记得继续沿着河道行进 经过驻马殿市白桥 河道里的垃圾还明显增多 几百米的距离内 记得几乎就总走在一个大垃圾堆里 在河道里 记者看到了一处非常显眼的排水管 排水管下面 已经被冲出近两米的一侧垂直的土坑 管道直径在一米五左右 记者弯着腰都能走进去 隐隐才能够听到水声 但却看不到水流 不过从管地上流存的阳续 和管道下的土坑判断 这里排水时应该水量不小 那么这到底是不是排污管道呢 记者决定当天夜里再来探访 21号夜里12点 记者再次来到这里 远远就能听到轰鸣的水声 这次记者有了惊人的发现 白天没有一滴水的排水管 这时正奔腾着向外喷水污水 水质浑浊 有的地方还溅起了水化 这样大量向河道里排放污水 究竟是谁干的呢 记者顺利第三次赶到了这里 这一户村民以种植果树为生 就居住在水沟附近 他告诉记者 污水是从驻马店当地一家医院内流出来的 果然在他们的指引下 在他们的指引下记者找到了这处铁门 通过门上的层动能清晰地看到医疗废弃占存地的资料 村民说他们已经在这里居住了十来年 平时饮水全都依靠这处湖井 现在水的质量是越来越糟 这位村民给记者拿来了自己家里烧水用的水壶 壶底能够清晰地看到厚厚的白色底垢 村民说他们家的水井已经达到了27米深 但水质还是如此 只能默默忍受 离开了这户村民 记者沿炼江河继续向东 从白桥路往东 或许是由于有医院污水注入的原因 炼江河水量明显比橡胶罢侠多了起来 沿路上不时能见到河边大大小小的排水管和寒洞 有的地方还从水中往外泛起黑色的淤泥 就在炼江河北岸的一处水沟里 记者又见到了两个直径在一米多的大排水管 排污管道中水流汹涌 排水沟中充斥着水化和白色的泡沫 水流涌下河道 泡沫绵延出几十米远 这是这几天来 记者在炼江河流域见到排水量最大的沟区 这些水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管道消失在眼前的这堵围墙前 而顺着围墙 记者见到了这家企业的名称 驻马店是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那这不是团派的 这怎么不认为团派的 招会有关注 团派的 那那那些企业那那那那 我能拿招会的团派 团派的就是团派吗 团派的就是团派的就是团派的 面对记者的追问 这位工作人员坚决不承认 紧邻着他们围墙的排水管属于他们公司 但这么大的排水量到底是哪里来的呢 这成了一个无人解答的疑问 带着疑问 记者继续从炼江河靠近 驻马店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段 往东行走 经过两天多徒步跋涉 记者终于走完了近30公里的炼江河全程 在河道的终点 记者看到的是亚洲目前最大的人工平原水库 素押洪水库 我们的记者告诉我说 沿着这条炼江河 他见到的排污馆排污区至少有三四十个 而从驻马店市的东部 也就是蓝河橡胶坝以下 在炼江河中 他就再没有见过任何的水生生物 这20多公里的徒步的考察 几乎就是在一条条排污沟和一个个垃圾堆上行进的过程 而其中最大的疑问 那就是刚才那几根一米多粗的排污馆究竟是谁的 为了解开调查中的疑问 23号中午 记者再度回到了炼江河河道 前往驻马店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进行调查 在路过金广铁路桥下不远 记者忽然注意到 炼江河南岸一处小河沟中 流淌的竟然是紫色的水 这引起了记者的好奇 这是记者头一天路过这里时拍摄到的画面 对比可以看出水的颜色有着明显的差别 这到底是什么水呢 到底是什么样的水连牛都不敢喝呢 记者顺着这条水沟往来源处走去 在走了近半个小时后 水的颜色越来越脏 最终消失在一处厂区附近的管道中 记者沿路观察 这处厂区大门口果然有钢铁厂的字样 那么这些水是不是这家钢铁厂 它这个武军经过机构红细处理 武军处理厂 国内四十两点左右 即使是有处理厂 处理厂是否正常运转呢 记者不得而知 离开了钢铁厂之后 记者在筑马店是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找到了相关负责人 记者问起墙外的排污管道 公司负责人回答的倒是很痛快 面对记者 筑马店是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李鸿承认 围墙外确实是他们公司排出的水 李鸿告诉记者 前一段时间由于设备出现故障 他们公司只能排放超标的污水 但他一再向记者保证 筑马店污水处理公司 现在排放的水是正常的 记者了解到 筑马店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是现在筑马店唯一的一家污水处理厂 1998年设计施工 2003年左右投入实用 现在每年处理污水3000万吨 由于设计工艺限制 现在排放的处理污水中 黯淡能够达标 但总林一直超标 并且处理的污水中 工业废水只占20% 剩下的无法进入污水处理厂 管网的污水 大多只能直排进炼江河 我们从检测的情况来看 大家有个要上 采访中 虽然李鸿一直强调 污水处理厂 现在的排放完全达标 但公司的一位员工 向记者提供的一份 生产日报表去显示 5月22号这天 出水COD 也就是化学需氧量 仍然达到了每升84毫克 按照标准 猪马店污水处理公司 排放的COD标准 只能是每升60毫克 猪马店是污水处理公司 到底是否按照标准排放呢 王丰副局长告诉记者 他们前一段时间已经进行了处罚 并将此情况上报到了河南省环保部门 采访中 王丰副局长还告诉记者 南方钢铁厂附近排污沟中污水的来源 环保部门也在调查之中 王丰说 猪马店是对炼江和污染的治理 一直高度重视 然而记者从河南省水利厅了解到 从2007年到2010年 河南省水利厅连续四年 对河南省内淮河流域水质进行调查 2007年 淮河流域57.4%的河流失去了供水功能 2008年失去供水功能的占53% 2009年和2010年 失去供水功能的是47.1% 对于炼江河连续四年公报中描述完全一样 由于城市居民生活污水和沿途工况企业污水的影响 河流水质受到严重污染 失去供水功能 那么让炼江河污浊不堪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呢 污染主要来自于历史原因 很浓业污染 和于炼江河的污染原因 环保部门多次强调了一些客观原因 但面对20多公里浑浊不堪的水面 附近村民饮用水的艰难 环保部门又是怎么解释的呢 今天附近村民饮用水的艺术 也不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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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直排的污水有两三万吨 一年的直排量就在上千万吨左右 猪马店环保部门相关负责人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多少有一些轻描淡写 一路斜污带购的炼江河最终就流入到了下游亚洲最大的原宫的平原水库 塑亚湖水库 在那个地方污染所带来的影响已经是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广告之后继续来聚焦消失的水源地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聚焦消失的水源地 淮河上游的炼江河现在成了一条斜污带购的龙须沟 每年驻马店是直排入这儿的污水就在上千万吨 甚至连污水处理公司也在超标排放 那么沿岸的村民他们只能被迫饮用被污染的地下水 而我们记者进一步调查显示 河流污染已经给当地的生物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 我们来看一下画面 陈云增河南省高校环境与健康工程技术中心副主任 河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教授 从2008年开始 陈云增带着课题组每年都到宿亚湖水库两到三次 采集的多份水体和湖中鱼类样品进行检测分析 目前研究还在进行当中 但眼下的结果已经让他忧心忡忡 研究表明 在西亚湖水库以及它的入库的河流 基本上都发生了污染 多种污染物都草标 其中边缘比较突出的就是 西欧地 肝胆 中林 铜 钳 链 隔 以及一部分的有机污染物 那么超标幅度从几倍到十几倍不增 在陈云增的研究结果中 记者看到了这样的记载 在库区周围的312个村庄中 有100个村庄的胃癌 食道癌 肝癌和脑血管发病率较高 死亡率比一般地区高出三分之一 肿瘤死亡率高出一倍 除了致癌 重金属 还会有致畸形致基因突变等影响 就在去驻马店市100多公里 同处于淮河上游的周口市沈秋县 记者拍下了这样一段让人触目惊心的画面 这些鱼箱中的鱼有的只有一只眼睛 有的塞直接裸露在外面 有的脊柱弯曲 环保人士河南省淮河水系生态环境科学研究中心主任霍代山 告诉记者 这些全是他和渔民从淮河上游支流中捕捞上来的 我答听了很多的渔民 说我们足足备备打鱼 就不知道有这个鱼会变成这个样 而现在这种现象非常坦实 那这就考虑到它是污染的问题 从发现这些畸形的鱼到现在 几年的时间 霍代山已经搜集了两三百条这样的样本 记者注意到 不仅是这几条泥丘和草鱼挤住弯曲 就连这两条肉食类的黑鱼同样挤住弯曲变形 它还有一个食物链的扩大 越是住在食物链的顶端的鱼 它的鸡形率越高 鸡形的程度越高 比如说下来那个黑鱼 黏鱼 你看弯弯曲曲 因为你吃鱼 鱼挤的鱼已经被污染了 腹肌 身份腹肌 有种多腹肌 已经腹肌在那些鱼的身体里面 而它把那些鱼又吃掉之后 它又吸收了那些污染 那它受危害程度就更高 如果人在把它吃了生活 那它腹肌的更多 人受危害程度就会更高 只有一只眼睛一侧的塞完全裸露 而脊柱完全的弯曲变形 我想这样的画面足以让我们每一个人记忆深刻 污染对自然环境 对人类自身所造成的持久的影响 恐怕比我们想象的会更加的严重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炼江河变成了污水河 如何才能够还给它本来应该有的清澈和洁净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我们央视财经评论员张宏怎么看 张宏 每次提到炼江河我就想到了淮河 因为选择报道炼江河的污染很有意义 为什么 这条小河流其实决定的大问题 炼江河是淮河上游的一条支流 大家关注炼江河 实际上是对淮河污染的关注 淮河是承载着全国六分之一人口的中国第三大河 是我国投入最多 开展污染治理最早的大河 1995年 国家甚至为此发布了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攒新条例 有媒体报道说 此后的10年间投入治理费用600亿元 然而历经10年 2004年的时候 主要水质污染指标还是达到或者超过了历史的最高水平 可以说10年治怀一场梦 当然治理的脚步并没有停下来 2010年的时候 又有媒体报道说 到2020年前 我国将再投资650亿元 推进新一轮的淮河治理 但是我们注意到 这次治理重点关注最多的还是淮河的干流 淮河有着众多的支流 以及大小4000多座的水库 正是因为有了众多窒息的炼江河 才有了污染的淮河 一江好水 关键是 唯有源头活水来 所以 把众多污染的炼江河管住 管好 淮河这条大河的污染 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控制住 那么说到这儿 我想我们又不得不提老问题 从节目中我们也再次看到了 当地环保部门在避重就轻似乎顾虑重重 你觉得怎么才能够管住管得好 我觉得在治理污染的问题上 有一个思路需要重新的定位 有这样一组的数据 2012年的时候 驻马电市国内生产总值就是GDP 1387亿元 而在2005年的时候 这个数字是496亿元 8年间翻了一番还多 然而就以污水处理投入来说 2005年至今 这个地区还是只有那一座污水处理厂 一方面是当地经济总量的迅速的提升 另一方面是污水处理能力的原地踏步 这导致的结果只能是透支环境 或者说是环境已经无法承担地区经济发展的任务了 所以说 治理环境的投入总量 不按照经济总量增长的比例进行增长 就是严重的欠仗 一个环保标准管10年 10年的经济发展却是远远超过了这个标准 因此我们更迫切需要的是与经济增长同频率的环保投入 只索取而不付出 这样的欠账 我们终究是要还的 这样的增长也最终只能是一场零和游戏 好 感谢张宏的精彩点评 我们也期待着猪马电视的管理部门能够正式报道中所提到的问题 在炼江河的治理上有所作为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